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有所不知了 过去对于我来说 已经淡若流水 自从来了安州之后 其实我已经很少 想过去长安城中的人和事了 如今的大唐 不需要我这么一位 手握常见的吴王 不需要 王爷所说的 清玄固然明白 但清玄怀疑的是 王爷付出的一切 都是否值得呢 就是为了让当今的天子能够安心 你便要一辈子握在安州 只是钓钓鱼 养养花吗 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至少换份太平 太平 王爷固然是用心良苦 只怕他人 依然是诸多猜疑 能猜疑本王的 无非也就是长孙无忌了 智奴 他不会的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视我为兄长 为他付出 我觉得是值得的 王爷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 先前在咸林宫时 娘娘曾讲过一个故事 说是有一日山上的猛虎突发奇想 要和绵羊做朋友 绵羊说不行 你的利爪会抓伤我 而你的牙齿会撕碎我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猛虎便决然地拔去了自己的利爪和獠牙 王爷想 这结果又如何呢 这还用猜想吗 拔掉了爪牙的猛虎 自然是活不了多久的 是的 绵羊固然没有害他之心 可没有自保能力的猛虎 终有一日 便会丧命于其他猛兽之口 但是一个长孙无忌 王爷就不得不防 何况当日 王爷受到五妹娘的蛊惑 错过了一次举好的良机 今日 王爷既然在安州 便该好好经营 依图将来有能力自保才是 武才人是有人 我还感激他 当年拉了我一把 行了 不说了 王爷不愿再说下去 是因王爷心中明白 庆轩所说 句句数十 你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小心 有刺客 保护王爷 走 属下无能 刺客 已然讨断 启禀王爷 昨夜安州城内发生命案 十一人命丧于柳树巷小院中 不是跟你们说过 州中有刑事案 都去找刘司安吗 长使大人吩咐过 若有来自长安的刑迹可疑之人 定要立刻向王爷禀告 这死的十一人 便似是长安来的 父亲大人 安州出事了 刚刚接到 来自安州的飞鸽传书 吴王欠人来袭 我们安插在柳树乡的人手 怕是以全军覆没了 陛下现在何处 陛下 正在长安城外 西郊禁远一带狩猎呢 西郊禁远 赶夜寺岂不就在旁边呢 正是 西郊禁远一带狩猎呢 一二三四 一共十一具尸体 而且伤口接中药害之处 依照毙命 是杭家所为 这批人的公开身份 是来自辽西的商人 比王爷还早两个月 到达安州 可通关文碟上却显示 他们全都从长安处罚 不仅饲养了信鸽 而且从屋里面 搜出了显密信所需要的白帆 刀剑 不少金银和毒药 以及 以及一本 记载了王爷平素形成的册子 如此说来 这帮人不是商人 难道说是被派来监视我的 能做出此等行为的 若不是长孙无忌 便只有当今圣上 王爷 到了此刻 您还是对当年 北宫门上的选择 全然无悔吗 我相信智奴 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若要是长孙无忌所为 倒是有几分可能 我相信智奴 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若要是长孙无忌所为 倒是有几分可能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这帮人 真是长孙无忌手下的话 谁又敢杀了他们 恐怕在安州 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 只有本王 他们这样栽赃我 倒是合情合理 正是 王爷 除了长孙无忌 又有谁 敢来安州刺杀王爷呢 依我看 这一切正是他的阴谋 涂禁了自己的探子 可让陛下以为王爷 已存不沉之心 接着 再刺杀王爷 好来个先斩后奏 这笼子怎么会是空的 有何不妥 莫非他们已经 用心格把这消息传到长安去了 王爷 我们该有所行动了 总不能坐以待毙 任人宰割啊 我还是相信 制奴团不会如此待悟 老卡 儿子 我 我 乔 都 我 和 可 不 北 慈 伏 detach 你 刚才那一箭 为什么不砍下去 陛下建树敬战 臣等无能 望陛下恕罪 朕告诉你们 再有谁 若假装恕给朕的话 朕便加罪于谁 起来 再来 陛下 陛下已然进步许多了 连他们都要假装恕给朕 朕又如何驾驭朝臣 高阳拜见陛下 陛下数年来日夜勤学苦练 反复切磋惊以求精 依高阳看 陛下的剑法已不皇父皇了 怎么 连妹妹都要取笑朕了 陛下何时归来 大概今夜亥时 父亲大人是要将此事 面奏陛下吗 事关吴王 一定不能贸然上奏 崇尔 在 我们在安州东部 湘义县还有一批人 命他们即刻前往安州 调查昨晚所发生的一切 如若确然无误 我便入宫面生 是 妹妹今天怎么有兴致 来这儿禁院了 九哥因何而来 高阳也因何而来 我是因为前一阵子 正午繁忙 所以来这里切磋剑计 也算放松一下 你 却又哪里忙了 难道这太极宫 已经没有地方 可以让九哥练剑了 若说是切磋的话 这往年你九哥 不都是招人进宫陪练吗 怎么自登基以来 就只来这西郊禁院了呢 再说了 我常听人说 严习建议有如对弈 许得有个安静的心境 封能琢磨出门道 九哥来了这儿 离那个人如此之近 怕是很难心平气和吧 真不知道你云山雾罩的 在说些什么 我说的就是这感业寺 和幽聚于寺中的那个人 我这次就是来探望他的 九哥 你登基四个月 已经找借口来这两次了 难道不是为了他吗 若我说 九哥已是天子 若你真的想做什么 这世上难道还有人能管你不成 与其在这感业寺外打转 何不干脆直接进去看看他 何不就把五姐姐接回宫来 你不懂 临登基之前 我曾将来此见过他最后一面 可那时的他 已经换好了比丘尼的海青 他跟我说 他说他法昊明空 世上再无五媚娘 他的眼神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似乎已经对红尘 再无所眷恋 他已经不是你我认识的五姐姐了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对一个女人好 不见得一定要出面为她做什么 在一旁看着 尊重她自己的决定 比一切都重要 可若是 可若是她的选择 压根就是错的呢 刚才高阳所言 却也有疏漏之处 如今的大唐 关键人选皆由长孙大人决定 九哥卓中冲绳你的赵令 也需得经过长孙大人的门下 沈亿方能生效 这数月来 天子赵令被修改驳回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就算是九哥想 媚娘怕是也回不来了 所以 我们还是继续尊重她的决定吧 我这边回宫了 下次再来见 五妹娘 五妹娘 要是你有一天 改变主意 你真的想回这皇宫 就算扶你救父 冒着全天下之大不韪 我都会借你回宫 启禀陛下 感叶寺静音师父回话了 静音师父在信中说 这个月五妹娘在感叶寺中 无论是饮食起居 还是乘客目送一切安好 请陛下放心 如此就好 令静音师父 不可有所松懈 从今后 媚娘所借出的任何东西 都必须经日试过才行 是陛下 来 此女便是五妹娘是吗 正是 听说太宗陛下当年 对她用情颇深啊 是啊 只能说啊 陛下看错人了 宫中至情至性之人 如徐贤沸 自陛下驾崩之后啊 她便自才追随陛下而去了 可这个女人 平日里呀 说要跟陛下永不相离 可是等陛下真走了 她却舔着脸又活下来了 可不是吗 对呀 这明空子入死以来 能吃能睡 她我看 此乃佛门境地 岂由你等乱绞蛇根 抄进去 是 阿弥陀佛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早餐没吃饱 有点饿 这个给你吃吧 谢谢啊 不用谢 你们都回去做早课吧 自己的东西带走 是 明空留下 东西带来了吗 这是我全部的家导 这是地图和钥匙 好自为之 好 好 高阳呢 还留在禁院吗 回禀陛下 公主之前说 要晚些回到长安 她说要去 要去感业寺 探访一位故人 此刻 应该已经在寺中了 这样有人前去陪陪她 倒也挺好的 启禀陛下 启禀陛下 暗州紧急送来密奏 十万火急 请陛下预览 来 烧了她 是陛下 启禀陛下 长孙大人求见 是 美娘 你难道真要在这陋室里 戴上一辈子吗 公主殿下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现在的法号 是明空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世上已无误 美娘吗 我可不管你是明空 还是美娘 我只知道 你是我的朋友 而且现在正拥有 不惧在这无聊无趣的 方寸之地 蹉跎你的青春 修身养性 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难 这样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好 红尘滚滚 身处其重 难道 就不是蹉跎青春了吗 你这话 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 凡俗的生活 也不见得过得有多么逍遥 起码我自己过得就不快活 再说九哥吧 即使现在已经贵为天子 不还是有诸多的烦恼之事吗 至奴 当今的天子 有什么烦心事 很多啊 这后庭里 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 一个嘛 出身自显赫名门 另一个年轻貌美 还生了个儿子 这两个人呢 闹得颇有点鸡飞狗跳的架势 这朝堂之上嘛 九哥自登基以来 一直很是勤政 每日理不到饮食便起床早朝 可又有什么用呢 他就是想封赏一个官员 都得长孙大人这群老仙士 首肯方能通过 想当年父皇在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样子 媚娘 不 明空 九哥其实现在很是艰难 他需要有个人帮他 不是还有吴王吗 他正是最好的人选 九哥登基才没几天 三哥就被长孙大人找借口 派到安州去当刺使了 一时半会儿 怕是回不来了 公主殿下 其实 媚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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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媚娘 媚娘 去叫太医 别叫 没事 我没事 媚娘 你 你不会是有身孕了吧 我不能让人知道这是 是 智奴的孩子 这怪不得 你最近总是穿得这么宽松 有多久了 算起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 这怀了父皇的子嗣 乃是好事啊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只要你说出来 一规矩立刻会有人接你回宫照料的 将来孩子出世了 你也可以以太妃的身份留在宫中啊 在宫中 待了这么久 我已经渐渐地明白 这深宫后庭 其实是这世上 最阴险狡诈 最狠辣无情的地方 我不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在那样的地方长大的 你 你想远走高飞吗 你 你想远走高飞吗 这是皇家禁院 现在 外围全是雨林卫昼夜巡视把守 想逃出去可是千难万难 况且 只要一旦被抓住 怕是死罪啊 别为我担心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自从我一直到 我怀了这个孩子开始 我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准备要离开这里 高扬答应我 帮我保守好这个秘密 不要告诉任何人 媚娘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只要一处改夜巣 就没有回头路了 在宫外的生活 不见得比宫里好多少吧 尤其 尤其是对孩子而言 在入宫之前 我也见过不少穷苦人家的孩子 日子虽然过得困苦 可是 也在嬉笑打闹中长大 他们的脸上 总是有发自内心的笑容 可是高扬 你告诉我 无论是成前 礼泰 礼科 包括如今当上了陛下的制奴 还有你 你们哪一个人的生活 是过得开心无忧的 告诉我 你上一次开怀大笑 又是在什么时候 既然如此 那好吧 这段时间你若是需要什么 记得一定要告诉我 该准备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这私里的生活 我也已经越来越习惯了 高扬 还记得当年的大朝会吗 算一算日子 也正好 就是这些天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日里面 一想到这里 心里就有一点感伤 好像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大朝会 最后那一晚 满天的烟花 白鞠过细 人势景妃了 媚娘 你还是不要想那么多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陛下 长孙大人 老臣拜见陛下 舅舅 舅舅 快请起 谢陛下 自登基以来朕便说过 以后舅舅见了朕 不必多礼 陛下 君臣之杠不能易 君臣之礼不能免 舅舅 所为何事 陛下 陛下 吾王赴安州之后 老臣便派了一杆人马 跟随前往 掌握他日常行为的一举一动 而就在昨夜 老臣派去的这一组十一人 全部被杀 那舅舅 认为此事与三哥有关 就目前而言 吾王脱不了干系 老臣以为是我手下之人 已经掌握了吾王的一些 什么证据 所以他才杀人灭口 舅舅 三哥当初到底做了什么 让舅舅您如此放心不下 一定要派人监视呢 陛下 吾王的文韬武略 在众皇子之中 那是出类拔萃的 而太子只为吾王之后 他所说出的那三个字 不甘心 一想起来 就令老臣胆战心惊 我们要时刻提防着吾王 不仅老臣要提防吾王 您也要时刻提防着 舅舅 他是朕的亲哥哥 陛下 要说起来卫王还是陛下义乃同胞的亲兄长 比吾王还要亲 可他在太子之为吾王之后所做的那些事情 陛下您不回就忘了吧 那舅舅认为 当如何处置此事 速派监察御史去安州 监视吾王的一举一动 在此期间 吾王不得离开吾王府 舅舅 您有所不知 从昨夜到今日 在安州遇袭的 不仅仅只有您的手下 就在今晨 有人行刺吾王 行刺吾王 正是 这恐怕是吾王 再给自己撇清关系吧 朕也认为 的确疑点重重 可是舅舅 朕的想法 与您有所不同 舅舅 朕相信吾王 一定没有不臣之心 有没有可能 是有人先杀了舅舅您 布置在安州的手下 然后 再假意行刺吾王 让你们彼此 都认为是对方的安排的 陛下所言 的确出乎老臣的意料之外 但老臣觉得 更像是陛下在为吾王 开脱 舅舅 这 陛下 您的政务繁忙 而且一个月之后 又是文德皇后的纪礼 您得亲自主持 想这等小事 就不必挂在心上了 一切交给老臣 老臣全权处置 启禀陛下 雍王殿下求见 父皇 素杰 您怎么来了 雍王殿下 长孙大人 真乖 过来 你又中了 父皇 素杰先学了一段 礼记的月令篇 想背给父皇听 好 陛下 方才老臣所说之事 便依旧旧的意思吧 老臣 遵旨 告退 陛下 父皇 唉 来 乖 背给父皇听吧 可是 素杰饿了 不如 咱们回邪陵宫吧 母亲做了好多好吃的菜肴呢 等素杰吃饱了再背给父皇听 嗯 好吧 咱们去找你母亲 乖 来 可是陛下 皇后那边早就派人来请了 不慌不慌 那这样吧 你亲自去跟皇后说说 朕改日一定好好陪她 老奴遵旨 是 走 陛下有旨 宜驾咸灵宫 走 公主殿下 我们这边回府吗 不 回到长安后 立刻送我去甘露殿 我有钥匙要向陛下禀报 是 娘娘 王爷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会不会 是被那长孙无忌绊住了 没能把陛下带回来 不会的 长孙无忌在甘露殿待了这么久 一定是为难陛下了 这时候宿洁去了 陛下就正好有借口离开 更何况我的宿洁那么受陛下的宠爱 陛下不会不来的 娘娘 陛下和王爷已经快到贤陵宫了 你们都打起精神来做事 娘娘有赏的 走 迎接陛下 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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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公主 高阳公主 入宫求见 高阳 父皇 父皇 素杰 朕今天答应了陪素杰 还是去贤陵宫吧 你便去告诉高阳 朕今天累了 有什么事明日在意 陛下 高阳公主说此事十万火急 而且 与五太妃有关 奇怪 刚刚不是说很快就到了吗 怎么等了那么久 连个人影都没有 林芝 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 母妃 来了 素杰 来 母妃 素杰 父皇呢 父皇本来是要给我回来的 可是 刚才 被叫走了 被叫走了 素杰告诉母妃 是谁叫走了父皇 是皇后吗 不是 是高阳姑姑 他们要去找一个叫 五太妃的 五太妃 母妃 我饿了 饿了 素杰乖啊 父皇不陪你 母妃陪你 今天啊 母妃给你准备了好顿好吃的 来 嗯 走 父皇 父皇 那李克 就不动了 此次之事 虽不是李克所为 但并不能代表 他就没有不臣之心 北宫门之前 他的选择令人生疑啊 先帝不在了 我大唐 再也经不起任何风雨了 除非 李克他有十足的证据 能够证明他的忠诚 否则 崇儿 绝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嗯 纵然不能除掉他 也必须让吴王 远离场安 离得越远越好 妹娘 他坏了父皇的骨肉 是啊 只是现在拿宽松的道袍遮掩 才没有被寺中人发现 这 好 这太好了 我们得恭喜他 我还记得 他一直希望 能跟父皇有个孩子 明明心中满是失落 九哥 你又何必抢颜欢笑呢 他本就是父皇的才人 我哪有因此落落寡欢的资格呢 也罢 总之又能见到他了 朕这边下旨 找人接他回宫 你现在把他接回宫来 这一生一世 就只能永远遵他为皇太妃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除了这个结果 我跟他之间还能怎样 即使当了天子 也又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 九哥 九哥 你身为天子 却不能做自己心中 真正想做之事 就拿现在说吧 自你登基以来 尊礼诸臣 客己以听之 每日里勤政如故 可自己能做的决定 却越来越少 你有没有想过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 至因 我们如今的朝政 都把持在旧父手中 文武百官 皆由他认命 天子昭令被他驳回 没人能够帮你 不 朕已经下旨 将被父皇贬到蝶州的大江军 李济召回长安 一个月后他便能到达 妹妹 他回来以后 一定会帮朕 李济他毕竟是个外人 况且他的影响力 更多是在军队当中 朝堂之事 他也不会多干预 唯一一个 能真心帮到你的 唯有三哥 可就是他 你也是无力召回的 不是吗 因为 我们的长孙太尉不允 舅舅这么做 也是为了江山设计考虑